惠斯老师的这个书里面 五个相度 我们先来看一下 则有五相度 哪个五相度 第一个 外貌 由上而下看下来 外貌 背景 性格 品格 跟信仰跟价值观 我们来问一下秀宇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从上台到下 有没有什么 有一个什么逻辑吗 其实这个就跟刚刚 冯老师讲说 我们在找对象 要有方向的意思是一样的 是 可是我们实际上 我们大概人都是视觉的动物 所以男生看女生 女生看男生 第一眼都是外貌 就是最显而易见的 包括他的背景 学识 兴趣 你大概都可以很快的接触到 可是他在你的交往选择里面 他应该是多少的比重 就举个例子好了 就是譬如说 你今天要去买一台车 他的外貌会是百分之百的比重吗 他只要外貌漂亮 你不用去管他引擎 你不用去管他这个车的性能 你就用外貌来决定 那意思就是说 这个三角是说 信仰跟价值观 其实是比重越大 他越下面的越重 是 那可能外貌 就是在我们选择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考虑 他的百分比只能占 百分之五呢 还是百分之十 因为其实有时候看很多人 就是第一眼决定一切 是啊 就是一见钟情 他的外貌就是一百分了 实际上不是很多人 都是外貌协会的 对 可是实际上 如果这个人外貌 让你觉得非常不OK 但是他是不是应该 只在你 折偶条件里面的百分之十 对 你应该往下看 往下看他的性格 他的品格 他的价值观 那个可能是应该占更多分数 比例的地方 是 那你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 上度表来理解说 当你在找对象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考虑这些事情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非常清楚的让我们看到 那个最重要的是在下面 信仰价值观品格 这个部分 那真的这个专家也做过研究说 那种从外表来的这种 吸引的感觉 最长最长只能持续三十个月 就是两年半 两年半之后就没了 你剩下来的就是内心的东西 所以你如果看中的是里面的东西 你看中的是什么 你看中的是信仰 你看中的是品格 你看中的是价值观 那你要到哪里去遇到这样的人 所以刚刚洪老师讲的 我也完全同意 我跟我先生我们是在短宣队认识的 我想要一个爱主的弟兄 那所以我就要到有爱主的弟兄 和弟弟的地方 去找 对 比例比较高 那当然我不是为了要找对象去 可是确实物以类聚啊 你看中什么事 你就要到这些地方去 那婚友社呢 他是一个比较 什么样的人 他可能都接受的 对 那我觉得遇到这样的人的几率 相对的比较低了 OK 所以我真的还是 我同意洪老师说的 你要做做功课 你觉得你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对象 那你就要把自己放在 有这种对象的群体和活动里面 我说如果我们是真的这么看重 下面的这些东西 那我觉得是需要长一点的时间相处 真的不是只是说 吃个饭 严育活动 是啦 对对对 所以如果可以共同参与在一些任务 比如说使命 我们去完成一下很有价值 很有意义的活动 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我觉得是成功率会高的